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打破传言红了不止三年 期待《长空之王》为何防暴府 王一博拍的《长空之王》非常保密 没有花絮更没有官方微博 相比其他故意路透就为了提前热度的电影来说 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神秘感 更引人好奇嘴上谁都说着禁止路透 当剧照或者花絮什么出来的时候 谁比谁都舔得香 但是王一博这部以《空军》为主题的电影 还真挺让人向往的 尽管王一博早就出了名 但一直都是小透明 真正让王一博红起来的 是在电视剧《陈情令》里饰演蓝忘机之后 肯定刚开始观众都觉得他面无表情 冷若冰霜 可看到后面你就会觉得真香 现在再提起蓝忘机 就已经知道是陈情令里的人物了 这也成了他表演里的代表作之一 王一博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大话西游三》里面演过 红孩儿角色就会有了定位 反而是等待机会 抓住了陈情令这个转型的机会 他将剧中的蓝忘机 以自己的身份从书里走了出来 精湛的演技更是收获了不少粉丝 收获了流量 紧随其后拿到了和赵丽颖演艺有匪的机会 这更让他在演艺圈有了更多的代表作 对于演员来说 这就是让他有了可以一直红的资本 那就是保持热度 王一博不仅演技好 跳舞更是一角 有才艺棒身 能红是早晚的事 可他的谦逊会让他能有好的名声 会有人去提拔他 王一博在5.4青年晚会上 没有对自己的妆容做过多的修饰 自然地呈现出了自己的样子 如今的他只需要靠演技征服观众 不需要再有其他博眼球的做法 王一博代播电影现有 《长空之王》 《维和防暴队》 《无名》等 期待王一博的精彩演绎 相信他也将会把最好的演技呈现给大家